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肖子恒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开会 包括审议港区国安法 列席的叶国谦预料 今次的会议将会表决 再多两宗新冠肺炎输入病例 而本地就连续第15日零感染 据了解现时有多个来港转机的旅客 就留在机场 而一个上回越南的人坚持留在禁区已经三个月 详细的新闻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三日在北京开会继续审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对于有建议要求最高刑罚要终身监禁 列席的港区人大叶国谦说草案有充分回应 预料今次的会议将会表决 至于北京记者陈泳斯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附近一大保安延宝 有公安驻守 禁止其他车和人士进入 人大委员长律战书主持全体会议 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 就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大约10个港区人大代表获邀列席 其中叶国谦说在之后小组会议 反映了部分本港法律界认为特首指定法官 是行政干预司法的看法 曾经建议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的叶国谦说 看出草案仍违据阻吓令 也有列席的吴秋冰 说他参与的分组内意见一致 觉得应该尽快去通过有关的法律 有不少的一些细节上的刑罚 这些我觉得都是想要进一步 完全有关的法律 列席的港区人大说 草案有关刑罚的行民是用内地法律字眼 但有注释对照香港法律惯常用字 对应相关的监禁刑期 认为港人会容易理解 无线电视朱北京记者陈卉士报导 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赞成罚则 应该定得更重以起阻击 民主派就批评内地仍然未公开草案 也担心法例实施之后 参选资格会被使劣 触犯国家安全罪行 最高刑罚可能去到终身监禁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军瑜认同有需要 如果针对少数人的刑罪一定要重 你才有阻吓力 才有震慑力 才可以防范 暴动罪已经十年了 不用用国安法 所以起码都要让香港这所谓暴动罪来得要重 所谓分裂国家 顶覆国家 甚至于你那里还牵涉恐怖主义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不满 还未公开具体调文 影响七百万人的刑责的法律 今天还在估计一下已经够荒诞了 谭耀宗又说一个 汤家驊又说一个 梁爱思又说一个 谭慧珠又说一个 那是人事吗 另外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总案说明 指出参选或者出任公职的时候 要签署确认文件和宣誓拥护基本法 民主党主席胡志偉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 说担心到时参选权会被剥夺 国安法的本身其实会成为一个DQ的工具 换言之就是说今天你是国安法 明天你可能有其他的条文 你是不满意的 公开说了的时间 你都是违反这个基本法 所谓拥护基本法 签了也好 他都说你是假的 是一样可以DQ你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态度上 我倾向觉得我们民主派 是会坚持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他又质疑将来成立的驻港国安公署 和国安委员会权力会膨胀 幽类会破坏基本法下的法治 和削弱人权保障 无线电视记者在李卓轩报道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 有助巩固一国两制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 港府已经就美国借机挑起所谓的制裁 作出评估和应变预案 全国人大正是审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再发表网字说 过去一年的连串暴力事件 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创伤 激进分子以港独和自决之名 公然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 严重触碰一国原则的底线 国安立法是巩固一国两制有效运作 旨在防范制止和惩治极少数危害 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 保护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市民 他又提醒青年人不可以行差踏错 走上歪路 否则将会自毁前途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都赞文 提及美国借港区国安法立法 挑起所谓的制裁 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 增添了不明朗因素 港府已经作出全面评估和应变预案 陈茂波说国家正是面对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 而国家安全是一个实在而逼切的议题 不容回避 强调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特区政府责无旁财 也都义无反顾 他又说银行和金融界别普遍认同国安立法的需要 认为有助香港社会恢复秩序和治安 有利于营商、投资和生活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不道 国际特资组织 忧虑香港实施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令所有香港人面临被任意拘留 不公平审讯的风险 而曾华社批评 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香港自治法案 是利用香港问题牵制中国发展 制特资组织在网上发表文章 说香港实施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可能令香港变成警察社会 国际特资组织 东亚区研究主任罗座华 说香港正处于不确定和动荡未来的边缘 相关立法威胁港人目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 要求中方放弃通过立法 直到北京当局确保相关国安法 在各方面符合人权 组织也关注牵制国家安全被拘留的人 会不会被关押在特别设施 无限期拘留甚至送返内地 另外美国参议院上星期四通过香港自治法案 法案一旦获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 美方可以制裁被指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和企业 提利用香港问题牵制中国发展 评论希望美方真正认清香港形势和民意 不要低估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保鲜电视记者朱绍林不得 网上有人发起在佐敦静默游行 警方最后带走最少50人 大批防暴警察下午3点在尼敦道戒备 有人手持标语向旺角行 警方一度举南旗警告 并在甘肃街拉起封锁线 有人举手势表达诉求 警方之后在登打市街截查部分人 一度不准市民向旺角行 一个男人和现场的人士争执 之后获警方放行 警方也检查传媒证件 有未满16岁的学生记者被截停 警方要求他离开 在西洋塞南街 警方也要求记者和市民离开 双方口过 有防暴警察跌倒 警方施放胡椒噴劑 警方在登打市街和尼敦道截查大批的人 包括着着急救背心的人和区议员 警方说有人走出马路 也有人叫囂和高叫口号 有可能触犯公安条例下相关罪行 会果断执法 另外警方说下午4点多 在铜锣湾近东角度一个电商旁 发现两个由塑胶管穿起多支铁钉制成的工具 警方说类似的物品上个月也曾在薄芙林道的马路上发现 当时有车的车胎怀疑被铁钉刺穿 本港新增两宗新冠肺炎输入病例 累计1199宗 两个患者分别是12岁的女童和38岁的男人 女童没有病症 而男人就有头疼 由2月至6月起 一度逗留在印度 星期陆底港 又检疫中心送院 至于本地已经连续15日零感染 再有9个人痊愈出院 国泰航空说一个由加拿大经香港转机去越南的乘客 制留机场三个多月 国泰航说那个乘客因为越南当局3月紧急封关 航班取消 一直留在机场禁区 她经多番劝疑仍然不愿意出境 希望可以第一时间搭去越南的航班 国泰航说事发时已通报有关当局 期间亦努力为乘客密释机位和提供释切协助 近日相计有旅客未能经香港转机到目的地而制留机场 卫生防护中心说 至今已为6个滞留的旅客采集心喉退疫样本 全部对新冠病毒都是情阴性 又是一会儿回来会报道 卫生署及医管局下个月2日起 为孕妇涉种百日咳疫苗 西班牙有研究团队说 在去年3月从当地收集的污水样本当中 已经检测到新冠病毒 但要复核才可以确定结果 回来新闻时间 卫生署及医管局下个月2日起 为孕妇接种百日咳疫苗 加强保护婴儿免受感染 婴儿出生后会按时接种不同的疫苗 包括百日咳的混合疫苗 根据儿童免疫接种计划 婴儿两个月大开始接种 到小学阶段再接种加强劑 但向当局情报的百日咳个案有上升 近年升到大约100宗 今年头5个月总共有20宗 百日咳又叫鸡咳 可以透过接触飞沫传播 患者咳嗽会加剧 严重者会抽搐和昏迷不醒 有医生说不少百日咳个案 由成人传染给未接种疫苗的婴儿 婴儿感染后病情比较严重 咳得太厉害肺肌就完全化育 肺肌可能会咳得起胸 初生婴儿咳得太厉害 可以咳得脑出血 当然初生婴儿肺功能未必完整 可能肺受感染危险性都高些 为保护婴儿免受感染 由下个月2日起 怀孕26至34周的妊婦 在母婴健康院或医管局的产前诊所 可以预约接种百日咳疫苗 怀孕35周以上的妊婦 和刚刚分娩的妊婦 亦可以在7月8月选择接种疫苗 卫生署说疫苗对妊婦和胎儿十分安全 除了注射位置可能出现轻微肿痛 一般无其他副作用 又说孕婦传给婴儿的抗体 会随着婴儿长大而逐渐减少 因此婴儿仍要按时接种疫苗 无线电视记者吴海薇报道 在粤港两地检疫措施下 不少家庭要分隔两地 亦有内地港人回不了香港复诊 工联会要求两地尽快互应健康码 针对有需要的人特事特办 那想不想爸爸 很想着爸爸 王太太的先生在深圳工作 自强制检疫措施后 已半年没回香港 她和不够两岁的女儿 只能透过视像通话联络 其它的家庭可以父亲陪伴在孩子身边 一起吃饭和玩玩具 女儿常常问你 为什么爸爸不回家看他 我都回答不了他 为什么 我又常常只可以 我一个人照顾我的小孩 心情很压抑 而谢生的太太 一年前长居广州 帮手照顺 太太有心血管病 因为检疫措施回不了香港 要靠她寄约到广州 医生希望跟进病人的病情变化 我去医生看 医生都说 你半年都没有见过病人 你没见过 他就很难诚定得到 你的病情有什么变化 工联会说受政府委托 已经为超过一万人 寄送药物到内地 但随着需求增加 希望可以将每星期的名额 倍增到800个 另外港府正是研究 又与广东省互认健康码 消息说初步只是给跨境学生 公务或商务等人士 豁免强制检疫 工联会希望可以对要复诊 或者奔丧等有需要的人士 批出名额 可否有些叫德士特伯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来说 入土为安 能够送最后一程 是一个很重要的 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收到不少 家人在上面 可能临时有些大病 要做些紧急手术 大的手术 或者是就快去找乌的时候 是不是都可以安排 香港人能够上去建造一面 工联会也希望能够将新冠病毒检测费用降低 母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一个男人在荃湾行山的时候 失足跌下山坡死亡 警方说中午接报 一个近70岁的男人 在丁九村行山的时候 失足跌下大滥充饮水道 头部受伤 分迷送去人制医院之后不治 一辆巴士埃曼在沙田新城市广场 怀疑撞倒天荒人物 最少七个乘客受伤 事发之后 那一辆新巴停在新城市广场下的交通交回处 部分车窗碎裂 警方说近埃曼六点接报 那一辆新巴行驶期间 怀疑撞倒车站旁边的一个支架 玻璃被撞碎前开 最少七个人受惺伤 休息一会儿回来会报导 我们昨天新增1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14宗是本土个案 全部来自北京 当地加强检疫 在台湾的大红猫圆圆 下午成功弹下第二胎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新增1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14宗是本土个案 全部来自北京 登局延长高风险人士的隔离时间 去到28日 而论更加河北鸿安新区安新园 就需要实施封闭管理 北京新增的病例当中 有10宗来自新法地批发市场所在的丰台区 剩下4宗来自大兴区 自从今个月11日 新法地市场爆发群组感染以来 北京累计有311宗本土个案 丰台区政府说 那区过去两天有25宗确诊个案 23宗病例是新法地市场牛羊肉 综合大楼的从业园 本着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负责的态度 基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需要 现决定对牛羊肉综合大楼相关集中隔离人员 在原来14天的基础上 在验场集中医学观察14天 北京至今已经採集了近830万人的样本 当中760几万人完成检测 由规定全市公立医疗机构 核酸检测价格降到每次最高120元 而当局星期六起一连两日 对北京近8间高校10万多个师生进行核酸检测 当中教师占了7成 为恢复教学做准备 至于北京以南的河北洪安新区安新院宣布 星期六起对各村小区等实行全封闭管理 外来的人和车一律不准进入 居民尽量减少外出 新华社报导 红安新区和北京地缘相近 人流往来频繁 特别是安新原有做水产生意的传统 目前在北京新发地经营水产生意的人 就达到2100多人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导 内地多个省市近日的暴雨持续 导致多地水灾 四川、四川的民村有严重的山泥倾射 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做好灾害防御和应急救援 受连日大雨影响 四川民村霸州镇的一处山体崩塌 监察人员事前已经察觉 山体结构有变化 提前疏散 无人伤亡 在四川缅宁院水灾严重 官兵踏爬安置要转移安置的居民 重庆也都受灾严重 有地区水深去到腰间位置 商店入水 汽车要涉水行驶 暴雨未停 到星期日更加出现山泥倾射 居民房屋都布满泥石 车到外面车到 车到外面车到后可能两分钟的样子 后面就跨下来 湖北移窗有水浸 消防救出被困的人 在西藏林芝 高速公路被泥石压断 无线电视记者闪至报导 三架国产客机ARJ-21 分别交付给中国国航 东航和南航使用 内地传媒报导 是那一款客机首次 编入国际主流航空公司的机队 三间航空公司在制造商 中国商飞在普通的基地 接收三架ARJ-21 飞机持有90个经济仓座位 三间航空公司一共买入 105架ARJ-21 将会在2024年前交付 ARJ-21是内地首架 自主研制的喷射式小型客机 职用于组中短途的飞行 客机在08年首次试飞 16年正式商业营运 全国人大代表新纪兰世世 中年91岁 1929年出生的新纪兰 由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 到现在的第13届全国人大都获选为代表 申纪兰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并推动 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申纪兰就说做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 自己从未投过反对票 她先后获改革先锋的称号 和国家最高荣誉的共和国分帐 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月底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文化典被形容为社会生活的百科传书 和人民息息相关 全国人大委员奖律战书 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文化典之后说 全社会都自国依法从事民事活动 就可以减少民事纠纷 化解民事矛盾 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和稳定 文化典总共有七篇 涉及合同、物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范畴 总共1260条 有份参与编写文化典的法律学者说 草案经过修改之后 加强了对民生的保障 譬如高空宅物商人的意外 这次修改也更为明确了 由公安等有关机关来查清责任人 这时候也避免了 公安机关以民事案件 来不行使公安的职责 不履行公安的职责 这样的话也同样使得 这个受害者能够找到责任人 要求清权赔偿 文化典对物业管理也都有明确规定 包括物业服务人员 不得而停止供电、供水和供燃器等方式 吹交物业费 而建筑物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 应该定期公布 文化典也引入离婚冷静期 规定离婚之后 子女抚养权的处理方法 也有关于继承和遗捉等规定 内地的文化制定工作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曾经四次启动 但都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只是制定个别范畴的民事法 到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启动第五次文化典制定工作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 将草案提请在今年的人大会议审议 随着文化典明年1月1日生效 现在的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 也会同时废止 在台湾的大红猫圆圆下午成功诞下第二胎 继2013年诞下圆仔之后 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红猫馆再迎来新生命 大红猫圆圆下午近两点诞下第二胎 动物园说新增的大红猫叫声响亮 保育园正是持续密切观察圆圆和大红猫BB的情况 大红猫团团和圆圆今年春天进入八成期 除了自然交配外 动物园也为圆圆进行人工受精 当时已预计圆圆会在6至7月分娩 转他本港消息 目前全港有百多间空置校舍 有社记申请将校舍活化、推广有机耕种等 1961年创办的元朗祝庆公立学校 左右两排校舍采用传统金字顶单层设计 各有三间课室 中间的校舍两层高 是区内少有两层高的乡村学校 1969年电影《二女士俺们的》曾经在此取景 到1993年因为收生不足停办 空置了20多年之后将会有全新的面貌 有社企去年获政府批出用地 以210万资金作前期规划 预计年底动工将旧校舍活化 主要来说是用有机耕种去做一些教育上的工作 另外一些长者休闲 一些认知障碍的训练都会有的 这间课室经活发之后 会在一间室内有机耕种室 种植士多啤梨和蘑菇等 也会开设猫猫图书馆和收养被遗弃的动物 全港现时有过百家空置校舍 地政总署去年获立法会批出10亿 接受非政府组织申请短期租用 并协助活化 目前批出11个项目 涉及8700万 有废质的校舍 也有一些空置的政府土地 其实那些项目都非常多元化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想给弹性 给非政府机构发挥民间智慧 看看如何用好这些地方 他说短期租约普遍是两至三年 如果土地未被用作长远发展 租期可达七年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又是一会儿回来会报道 平凡九年的中环市红磡 到轮航线重新投入服务 俄罗斯圣彼得保有红凡节烟火 庆祝中学生毕业 回来生物时间 停办九年的中环至红磡导轮航线 今天重新投入服务 流往红磡和中环的导轮服务 相隔九年再出现 第一班船早上七点半由红磡码头开出 不少人一早就来到等 人龙排到出大堂外面 排头位的交通迷林同学说 清晨未静五点就起床 由屌门过来 很兴奋 因为以前 这条航线接光时也看到居民 我不是指他们打头 那些居民都很不开心 但是看到这条航线服务 就算不是我方便也好 也看到家人方便了也很开心 也有住港岛的居民专程来搭船再过海 好了很久了 现在再回来都想看看 现在新公司营运 究竟和旧公司的分别如何 都想知道现在这个价钱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收费 旁边过海都要转一程车 或者坐巴士都比较疏班 如果有船直接过去港岛区 其实都是一个选择来 第一班船接近爆满 星期日公众假期和平日的非凡旺时段 30至50分钟的班船 由红磡码头出发 中了大概15分钟就去到中环8号码头 至于星期一至六繁忙时段就每20分钟一班 成人票价9元 小童、长者和残疾人士半价 也会提供月票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谦报导